随着新谋候选人彭小桃在新骨毛补选中胜出 行动党万一国会议员谢蕊珊认为 国盟应该将这次的败仗视为停止玩弄3R课题的遗迹警钟 也是行动党中委的谢蕊珊8文告指出 国盟在竞选期的一开始 就利用种族和宗教课题来寻找获胜的机会 炒作类似华校和马来人失去权力的情绪等 谢蕊珊认为 国盟的做法无法引起选民的共鸣 也没有为新骨毛选民提出任何有吸引力的献议 而西蒙候选人彭小桃获得跨种族的支持 证明团结政治的成效 谢蕊珊接着奉劝国盟改走温和及兼容的政治路线 放弃经常采用的奔裂和有毒政治 因为这种政治的回报会逐渐减少 无法获得马来西亚各阶层的支持 新骨毛补选成绩昨晚出炉 西蒙候选人彭小桃获得一万四千张票 以3869张多数票击败国盟的凯璐 凯璐的得票是一万零一百三十一张 独立人士饶可欣获得一百八十八张票 人民党候选人哈非查则有152张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